观众朋友们好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三月二十九日 这里是华尔街网报当日第三期节目 现在我们继续为您带来有关中国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如果喜欢请记得为节目点赞并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今天首先为您关注到的仍然是与台湾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金融时报的报道 文章介绍在一月份的确认听证会上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表达了对中国的强硬态度 同时说他希望与台湾官员创造更多的接触空间 而根据来自金融时报的独家消息 拜登政府正准备发布指导方针 通过采纳川普时期推出的一些变化 使得美国外交官更容易与台湾官员会面 此举很可能被中国视为一种挑衅 根据报道 川普在一月份即将离任前 大大放宽了让美国外交官难以举行与台湾外交官会晤的限制 专家们都在等着看拜登是否会扭转方向 根据金融时报所采访的了解最新政策的人士透露 美国方面正在准备指导方针 将保留川普时期的许多变化 美国外交官与台湾官员接触的限制已经实施了几十年 直到川普放松了这些限制 金融时报引述一位熟悉相关方针的人士说 他们将重点鼓励美国官员与台湾同行会面 而不是对接触施加限制 第二位消息人士说 美国和台湾外交官之间大部分互动限制将消失 文章分析认为 原本以为拜登政府之后会在台湾问题上稍微低调 并试图与北京达成某种重置 但这并没有发生 对台湾的支持是拜登政府对中国日益强硬立场的最新体现 有高级官员在上周告诉金融时报 他的政府担心中国要夺取台湾的控制权 原先增加此为会议的难度准则是在一九七九年 美国将外交承认权从台北转移到北京之后出台的 然而在一月时任国务卿蓬佩奥在国会在十二月通过台湾保证法后 取消了许多相关限制 规定在一百八十天内进行审查 此举凸显了拜登对于中国更加强硬的态度 与川普更有继承性 美国驻西太平洋帕劳特使尼兰德 在周一与帕劳总统一起访问了台湾 与承认台北而非北京的十五个国家之一的领导人进行访问 是极其不寻常的 中国的回应则是周一派出十架战机进入台湾防空识别区 这已经是他四天内的第二次大局入侵 与帕劳总统的访问指示拜登政府为台湾提供比赛 在奥巴马政府担任副总统时更多公众支持的最新案例 在今年一月拜登总统邀请萧美琴成为首位出席总统就职典礼的台湾驻美大使 而美国代理驻日大使最近在东京官邸也欢迎台湾同行 并在推特上面宣布了这一次访问 巴拉圭与帕劳一样承认台北 最近表示中国提出提供疫苗以换取与台北断绝关系 而布林肯则致电这个南美国家的总统强调与台湾等民主伙伴合作的重要性 有美国官员表示公开电话是刻意为哪些仍然诚意台湾的国家提供公共支持 特别是美国的支援 中国人正试图挖走巴拉圭 我不认为帕劳目前岌岌可危 但这次访问是美国支持台湾和保留其剩余十五个盟友的重要信号 另有专家表示 拜登政府在中国问题上拿出了比大多数专家预计的更坚定的姿态 但是这也受益于川普之前的作为 因为台湾问题上的一些重任已经为他完成了 而来自兰德公司的分析师则表示 人们以为拜登政府来了之后在台湾问题上态度会有所转向 但是现在似乎失望落空 另外一位熟悉政策变化的人士强调 虽然拜登不会回到川普之前的接触准则 仍然会有限制包括在任何会议上展示台湾国旗 而且任何与主权相关的事情仍然是禁区 布林肯最近在国会证词中把台湾描述成为一个国家 尽管美国实行一中政策 承认北京是中国的唯一政府 专家表示布林肯非常专业 不是在袖手旁观 他的话可能更具有意义 更多的是在对中国说 我们不只要使用你们的词汇 当被问及拜登政府是否决定将台湾成为国家时 国务院则表示 美国将继续与台湾接触 这符合我们长期以来的一个中国政策 而文章回忆 在过去两个月 美国出动军舰通过台湾海峡向北京发出信号 五角大楼也在南海进行了罕见的双航母演习 而在上周美国和台湾签署了一项协议 将使双方的海岸警卫队加强合作 再要为您关注到的则是跟孟晚舟案有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南华早报的报道 文章记上孟晚舟的律师周一在加拿大的引渡听证会上表示 根据国际法 美国无权以欺诈罪起诉华为技术公司高管孟晚舟 因为她被指控的行为与美国无关 他们开始提出新的论点 以阻挠她被送往纽约受审 文章介绍孟晚舟在两年多前在温哥华机场被捕 而她的律师表示孟晚舟被控向汇丰银行撒谎 对于其在伊朗的业务没有清晰交代 从而使得汇丰银行面临违反美国制裁的风险 但是孟晚舟被指控的行为涉及二零一三年的一次会面 孟晚舟是中国公民 而汇丰是一家英国银行 孟晚舟的律师范艾特说美国的法律不适用于中国 如果当天有任何法律被违反那也是中国的事情 她说加拿大有责任保护孟晚舟 防止美国企图违反国际法 孟晚舟的律师在书面辩护中表示 请求国对申请人的起诉违反了CIL国际管理法 因为这样的法律不允许一个国家将一个非国民在该国之外 向另外一个非国民所做的陈述定为刑事犯罪 如果该行为与该国没有实质性和真正的联系 在本案中申请人被指控的行为与请求国之间就没有任何联系 而范艾特还说如果加拿大引渡孟晚舟本身就违反了国际法 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的听证会上 代表美国利益的加拿大政府律师在书面回应中表示 管辖权问题主要由美国审判考虑 加拿大司法部长也要考虑 而不是由引渡法官霍姆斯来进行考虑 在孟晚舟法律团队提出的一系列论点中 五股管辖权的主张是所谓的第四分支 也就是它是滥用程序的受害者引渡申请应被驳回 其他还有几个分支 他的案件是美国与中国贸易战中作为筹码提出的污点政治起诉 第二加拿大警察和边防人员对他进行了秘密的刑事调查 以便为美国联邦调查局获取证据 以及美国当局在对案件的总结中误导了加拿大法院 另外一个论点是该案未能通过双重犯罪测试 引渡案件必须涉及如果发生在加拿大就会构成犯罪的行为 而现在这个论点已经被霍姆斯驳回 律师范安特说美国试图通过声称孟晚舟向汇丰银行保证的汇款 是通过美国银行清算产生的来证明对孟晚舟行为的管辖权 但律师说这是国外交易的附带美元清算 书面意见书称这种所谓的联系完全不充分 并且有人工成分而整次起诉构成预外形式规定性管辖权 另外一方面范安特说国际法不是外国法庭 我们的案子并不是美国主导的阴谋 他回应了政府律师有关于孟晚舟未能证明存在阴谋的说法 孟晚舟的另外一位律师则表示 当皇家起请在孟晚舟在二零一八年十二月一日被捕三天后 这构成了一次侵入性搜查 他表示这并不是像政府律师所争论的那样 是清点设备的例行工作的一部分 他表示即使是这样也是非法的 而再要为您关注到的是与疫情相关的消息 这里一起来看到的是来自华盛顿邮报的观点文章 文章说熟悉病毒的来源与政治无关 这是一个法律医学问题 一个需要对所有可能的理论进行彻底调查的问题 既要包括自然界病毒从动物跳到人类的情况 也要包括从武汉实验室的错误有关的情况 但世卫组织和中国官员以及专家的致命缺陷性调查 只会把水搅混 并使世卫组织与美国政府的矛盾进一步加剧 文章介绍由世卫组织代表的十七位中国专家组组成的联合小组 将在周二发布有关于疫情起源的报告 不作为奇的是报告推动了病毒在自然界产生 通过中间宿主从蝙蝠溢出到人类的理论 并驳回了实验室事故相关的起源理论 因为极不可能因此不值得进一步研究 作者说当然这一点我们提前可以预料到 所有的结果都是两周前由中国首席科学家在中国的国家宣传媒体上所预告的 中国政府提前收到了这一份报告 并严格控制了调查人员对武汉的访问 武汉是疫情的起源地 也是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蝙蝠冠状病毒收集的实验室 甚至在报告发布以前 拜登政府就公开质疑报告的客观性和可信度 国务卿在CNN上说我们对于报告的方法和过程感到担忧 北京政府似乎帮助撰写了这一份报告 这一份长达一百二十三页的报告只用了几行字 来论述疫情可能与实验室事故有关 而这种可能性被立即否认了 报告中关于实验室事故说法和没有说的内容 使得中国政府和世卫组织与川普政府发现了直接冲突 具体而言 金布林肯自己的国务院正式的美国解密情报表示 武汉病毒研究所正进行未公开的病毒研究 与中国军方有秘密研究项目 并且没有披露二零一九年秋季有几位实验室工作人员 得了类似疫情的疾病 拜登政府并没有宣称实验室事故论是正确的 但是他呼吁中国披露更多有关于实验室的信息 而世卫组织的新报告却说 武汉病毒研究实验室管理良好 有员工健康监测计划 在二零一九年十二月之前的几个州还有几个月内都没有报告呼吸道疾病 换句话说世卫组织说美国的情报是错的 该报告甚至没有提到美国政府声称实验室从事了中国政府继续否认的重大相关研究 上周武汉病毒研究所的负责任石正丽在罗格斯大学举办的研头会上说 实验室的所有研究都是公开透明的 而在周日的六十分钟节目中前国家安全副部闻博明则说石正丽在撒谎 他说中国军方与中国武汉病毒所合作进行了一系列研究 中国政府却不承认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数据 我自己看到了这些数据 研究组织生态健康联盟的负责人彼得达斯扎克是团队中唯一的美国人 但是他并不是被美国政府选上的 实际上世卫组织拒绝了川普政府提出的三位官员 达斯扎克在武汉病毒研究所在蝙蝠冠状病毒研究方面密切合作多年 并有多个受资助项目 他被指责有明显的利益冲突尽管本人否认 达斯扎克在调查开始前就否认了实验室发生事故 他多次表示实验室披露了所有的研究细节 外交官们还警告武汉病毒研究实验室一直在对冠状病毒如何感染人类肺部细胞 进行风险类研究 美国CDC的前主任雷德菲尔德在周五表示 他认为实验室事故是疫情最可能的来源 他所提到的正是这一项研究 雷德菲尔德是一位病毒学家 在疫情爆发期间可以接触到所有的情报和数据 而中国政府和武汉实验室希望把任何要求对实验室事故论 进行更多调查的努力都视为阴谋论 现在这个阴谋必须包括川普政府拜登政府 雷德菲尔德以及更多科学家的名单 批评者常常把没有证据的事实与没有证据的错误论断混为一谈 最后作者写道 世卫组织希望在中国继续调查冷冻食品包装链 那么就让他们去这样做吧 但是同时也必须要调查实验室事故论 因为世卫组织和中国政府似乎无意以严肃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那么拜登政府就应该这样做 现在就必须公布实验室的所有信息 这将帮助我们更接近真相 并有助于防止未来的大流行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